小彤 我倒是想问一下 小彤倒是 过程问题 现在是比较不揪心了 我还有点揪心我们养敌哦 你干嘛用关小彤 然后引射到我身上的妈妈 因为嘛 家长嘛都喜欢 年龄大了嘛 还是有点想吹婚 想吹婚 我的问题就结束了刚才 小彤就是个影子 我想问一下小彤爸爸 可能我俩都是女儿 挺不容易啊 找了很多黑啊 我想问问小彤说黑的时候 你咋想的 心疼不 这个我觉得中国有句老话 人正不怕影子歪 我是关小彤的父亲 我经常跟他生活在一起 我还不了解我的女儿吗 是吧 我非常了解他 个别的说一些这个话的话 我觉得咱们看得平淡一些 把咱们闺女带好 是吧 多让闺女陪陪咱们 是最大的幸福 对 我们俩是有童子 好的东西我们听着 不好的东西倒耳朵 有时候我还跟你不太一样 不管是好的坏的 我几乎都不听 我很自信我自己 在演艺圈里头 我就生活了43年 所以我所经历的 我所看到的 我觉得还是把自己活好 自己有个正确的判断 走自己的路 是最好的 我也问问您 你对闺女怎么看啊 或者怎么来维护咱们这闺女 我的姑娘 做什么东西 我都相信她 她的选择 我尊敬她 因为她也是成年人了 她一定一定有内心 自己的梦 我相信 爽着 有她自己的理想的梦想 向你的梦想前进 出发 努力 大壳 老爸还是觉得 管你叫大壳比较亲切 我想问你 近三年 有没有什么计划 生活和事业方面 近三年 她就走一步看一步 因为你有的时候 会想太多的时候 可能又不专注吧 做事情 所以就有个目标 觉得一直向前就好了 对 没有想过太多 我相信你 一定能刻苦困难 实现你的事业 好 冲啊 是吧 冲啊 加油 加油 加油啊